今天我們這個這道料理的就是用洋蔥為主要的髮想 白玉的蘿蔔空天那有台灣的冬水 成年的菜脯我們會加一些海鮮進去 那有海瓜子最重要的主角就是那個台灣的鮑魚 洋蔥蘿蔔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冬筍它有稍微在滾水裡面燙過 然後這邊我們會加一點乾的干貝 這個是切好的老菜脯 有一點點昆布 陳皮 柴魚片那我們放在一個茶包裡面 連鮑魚的部分全部一起放進去 用水跟清酒做一個1比1的比例 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就放在蒸爐裡面 如果家裡有蒸烤箱也可以放在蒸烤箱 大概蒸90分鐘 剩下很多的洋蔥我們可以把它低溫一點去炒它 到最後你需要調味的時候你可以放一點鹽 放一點牛奶 90分鐘到差不多100分鐘之後 跟裡面的食材過濾 跟裡面的食材過濾 所以我們就只留鮑魚跟湯 是一個芥菜的芯 的梗 我們直接放在那個爐子上面 烤到它完全焦黑 然後你就把外面這一層洗掉 就會縮到差不多像這樣子 然後所有的味道都濃縮在裡面 那剛剛我們煮的洋蔥 再用blender把它打成一個 一個泥的海瓜籽 精鮮的海菜 台灣的魚翼橄欖 我們會把它的小的葉切出來 用油簡單的炸 大概現在油溫在150 剛剛我們做出來的高糖 一個用格粉夠的芡 跟剛剛比起來它的稠度就稠了很多 烤好的菜籽 打成你的白洋蔥梅醬 紅瓜籽 跟洋蔥一起蒸的鮑魚 跟洋蔥一起蒸的鮑魚 Ficken的那個 就是洋蔥跟海鮮的高湯 我們剛剛最後炸的茄子 我們現在要去看看 我們在家裡很快 讓我們會看到 我們要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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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的夥雅 我們要去那邊 我們要去那邊 我們要來